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8013 砸门的安装方法 那么咱们的安装方法呢 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 有一个砸门的图 这个呢 在过去案例考古 我们也要能识别 那么剩下的内容呢 基本上是选择 我们首先来看看 第一个砸门的风道表 那么砸门的风道 按照什么呢 它是按照盟业的面积 再乘上你的垂头 他们两个的层级 那番将咱们呢 分成四类 分别是小型 中型 大型和超大型 那么这里面呢 大家记住的 就是中型 大家记住了 中型的 FM是什么 大于200 小于等于一千 如果你再记一下子 说五千 小于等于五千 是大型 这个呢 跟什么有关系 跟二级 三级的水闸 如果你的最大过渣流量 说三级的 你的最大过渣流量 超过一千 二级的水闸 你的最大过渣流量 超过五千 我就要提高一级 跟这个结合在一起 就可以容易理解 这是第一个内容 那么第二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 平板咱们的一个结构布置图 那么这个布置图呢 大家看清楚 上面这个图呢 是从下游 往上游看 人在的下游 往上游看 虽然你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后面 第二个是什么 从左按往右按看 呀 这是砸门 这是砸门后面的支撑 那么下面这个图是什么 从顶部往底部看 人站在上部 往下面看 得出来的三个图 那么这个图呢 我们来看看这里边的数字 它代表的含义 首先看看这个一 一就是什么 数项隔板 为了增加砸门的 我们的刚度 所以呢 隔一定距离 设一个数项的隔板 你看 这是一个数项隔板 投出来的 你从左按往右按看吧 这个隔板你看 位置最大 所以呢 反应说得了 那么第二个什么东西呢 第二个 叫做水平次量 为了增加砸门的刚度 在后面你看 横向射 次量 那么第三是什么 第三你看 两个次量合并在一起 这就变成了主量 那么这时候呢 刚度还不够 那走吧 你看 四 增加了什么东西啊 斜层 斜层 这就什么东西呢 叫做纵向的连接性 实际上就是一个斜层 那么接下来看五 五是什么东西呢 平板砸门 要靠门槽来滑动 所以说呢 五你看看 是我们的主龙 在这个地方滑 往上滑嘛 那么六是什么呢 六十你看 六十在这个地方 这个呢 就是我们边上的支撑 边两 这来看看 上游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水就会渗进去 说出来这个七是什么 七你看 测子水 把这个子水呢 给他加在这个地方 给砸门边上 接下来看看 八 八是什么地方呢 你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我们调点 把砸门 你看 八在这个地方吧 通过两个点 把砸门提起来吧 那么第九是什么呢 第九 大家注意 反轨 第十是什么 主轨 把这个图看懂 这个呢 在过去案例里面考过 可能什么东西呢 考了五 考了七 考了十 让你识别一下子 这是什么名称 实际上这个图很简单 因为大家有可能不是搞水利的 有部分学员不是搞水利的 所以这个呢 没见过 看一看 告诉你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一个案例考虑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平板砸门的安装 平板砸门的安装呢 三个步骤 先把大的程序 别人要搞选择 给你也搞清楚 那么第一个呢 首先 在砸弄 哄泥土胶制的过程中呢 在砸的哄泥土胶制过程中 把埋件安装 有哪些没见 你比如说我们的抵抗 我们的抵抗 主拐 侧拐 反拐 萌帽 这些 埋在一期的哄泥土里面 一期哄泥土没念装了以后 则吧 把我们主拐做下去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把二期哄泥土移交 交完以后 哄泥土养活到一定强度 这时候则吧 第二步 进行萌业安装 也就是说砸门 这一块 砸门怎么办 就是萌业来用到现场 经过辐测 检查合格以后 这时候呢 一定要把紫水橡胶 这个附件给它装上去 这时候呢 我们的砸门 萌业 带着我们的紫水橡胶 就掉入到我的门槽 掉入门槽以后 下面第三步 进行砸门的起闭实验 那么砸门的起闭实验呢 这是强政条文 我们要知道 按例考虑 那么这时候呢 砸门就要干什么 要进行起闭实验 起闭实验 做了一下 书里面说的不全 给大家吧 强政条文补出来 所以我们咱们 这时候呢 一定要做什么 必须要做的 就是无水状况下的 无水状况下的 全形成起闭实验 这是必须做的 如果有条件 还可以做 有水状况下的 全形成起闭实验 那么对于四户咱们来讲 我们做有水状况下的 关闭实验 注意这里面的起闭实验 是两个 两个实验 那么第一个实验 是开启 那么第二个呢 是关闭 说呢 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叫做起闭实验 起闭实验 对于事故咱们来讲 开启没关系 我们主要是关闭 所以大家注意 必须要做的 那就是做无水状况下的 全形成起闭实验 目的干什么 或者是他的要求 实际上就是他的目的 或者他的要求 我为什么要做无水状况下的 全形成起闭实验 这里面主要是有三个 那么第一个 做这个实验的目的干什么 看看你的门业 你起闭的时候 是否灵活 有没有卡组现象 这是第一个目的 那么第二个目的 看看你的闸门关闭 是不是严密的 你从下游往上游看 有没有漏光 如果漏光 不要看 需不住水 这叫做闸门关闭 是否严密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你底部啊 咱们底部进在水里边 这时候来看看 你底部的漏水量 是不是超过 我们的永生计时 有些学一看 说刘老师 你这个做的是无水状况下 怎么会有生水量呢 因为我们的闸门 底部 它是游在水里边 顶部是没有水的 底部有水 那这里底部 游不游水 因为我们游水 侧面 看你的关闭 是否严密 底部游水 看看你的游水 是否超过 我们的容计时 这就是我们的要求 或者是我们实验的目的 就是无水状况下 全形成起逼实验 它的目的 那么下面 看看 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要求是什么要求 两个要求 那么第一个要求 在做实验之前 对于紫水橡胶 一定要浇水用滑 否则的话 这时候我们的紫水橡胶 会随着我的门业 一起会跑 说我们一定要加 润滑 用什么润滑 最简单的 浇水 把水浇进去 这时候 减小模组力 那么第二个 这时候我们做实验 要求几次 连续做次数不少于三次 你不要说你做一次 我说做一次 有可能 会成功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三次 三个是不是全部成功 如果你做三次 有一次不成功 那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这个是案例考虑 这是案例考虑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8014 起壁机和机电设备的安装 那么这里面大家注意 这个起壁机大家注意 说的是什么 从内边来讲 它属于金属结构 它属于金属结构 起壁机它属于金属结构 咱们也属于金属结构 后面说的呢 是机电设备 那就是机械电气设备 那么我们首先看看起壁机 起壁机呢 我们常见的有三种 那么第一种是卷阳式的 那么第二种是罗杆式的 第三种呢 也要式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看看它的型号 能识别初选择 那么对于卷阳式的来讲 第一个字符 汉语拼音 起壁机的起嘛 是起第一个字符 那么第二个 这是p是什么 这是表示平面 实际的是平面 咱们 如果说是h 就表示弧形咱们 那么这个都是卷阳式的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 代表什么东西呢 这是起掉的点数 如果说单点 那就可以不写 如果说双掉点 那就是2 那么接下来第四个字符是吧 起壁力 这个起壁力说的是什么 单点的起壁力 它的单位是吧 千牛 你比如说我是150千牛 两个点 那就这样行 二乘一 二乘一百五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 第五个叫什么 第五个就是你的阳尘 就是卷阳式起壁机 你的阳尘是多少 后面打个鞋 最后一个字符 表示最大的插绕层数 这就是卷阳式的 那么接下来看看第二个 螺杆式的 螺杆式的第一个字符 起 第二个螺吗 你螺杆式的螺吗 你看我们取一个第一个字符 那么第三个 你注意这是起掉点数 第四个营样的 这就是起壁力 单点的起壁力是多少 它的单位是千牛 那么最后一个呢 你注意这是驱动方式 驱动方式里面有三种 那么第一个是手动 你看手 第一个 那么如果说是你是电 那就是电动的就是电 那么手电一体化吗 SD吗 驱动方式 那么第三种常见的 就是我们野压式的起壁机 它的信号 那么这个的字符比较长 你看第一个是起 后面两个是P 这个是野压式 那么中间的两个P是什么 第一个P表示你是平面掌门 如果说弧形掌门就有H 那么第二个 这就是普通的野压机 那么后面呢 就是野压传动的 那么第五个字符表示什么 野压钢 你的结构形式 如果说是 一表示是注塞形式的 如果说二 就表示我们的活塞式的 那么后面就两个 跟我们前面一样 第一个起掉的点数 第二个单点上面的起壁力 单位是牵牛 那么最后一个字符呢 就是你的野压式的工作行程 这个呢出选择 别给你出一个型号 你能识别 出于哪一种类型 或者每一个字符 或者每一个数字 代表的含义什么 能识别就可以了 最多出选择 那么接下来看第二个内容 那么起壁机 它的风浪表 起壁机的风浪表 按照什么东西呢 就按照起壁力 那么当然这个单位呢 是牵牛 牵牛 那么由于裸杆式啊 它的起壁力一般比较小 所以裸杆式的 我们分成三种 分别是小型中型和大型 那么对于卷杨式的 移动式的 或者野压式 这时候来 它的起壁力比较大 这时候来分成四种类型 它增加一个超大型 那么别人要考 基本上要记住的数字 就是中型 把中型的数字记住 比它大的叫大型 比它小的叫小型 选择 这是第二个考点 那么第三个考点 我们起壁机的安装 怎么安装 安装的总的原则把握住 对于起壁机来讲 安装自下而上 从底下往上面做 那么第二个 先机械 后电器 先把机械的就也会做起来 最后呢 再来做它的控制 那么具体来看一看 我们固定式起壁机 它的安装程序怎么安装的 首先 我们交一期哄泥土的时候 则办 把我们的基础螺栓 支撑电脑给它做好 这是在一起哄泥土里面 做好以后 第二步 干什么 安装机架 安装的机架以后了 这时候 刚都不足 稳定性不信 说说了 第二步 我们交出基础的二期哄泥土 二期哄泥土 大家昨天前面讲过了 哄泥土采用什么特点 不常收缩 细时哄泥土 那么我们用细性正导 正导的时候呢 要防止冲照我们的 基石构建 这就是我们说的 好了 现在呢 二期哄泥土一交 我们的基降 就稳定了 这时候的责办 在基架上面 就安装我们的提升机构 提升机构 那么提升机构呢 这是机械 下面再来做什么东西啊 再来安装电器 以及它的保安元件 那么完了以后 现在干什么 带着砸门 做起壁机的操作实验 这就是固定式起壁机 安装的程序 最多出选择 大家要注意一下 做一下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8021 蹦在的布置 看看书里面一个图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轴流式的水门 水从哪儿抽呢 从这下面抽上去 抽上去以后呢 到哪儿 流到这个地方 流到这个地方 从水位低 抽到水位高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清水口 这是我们的流到嘛 通过这样抽上去 抽上去 把这个图稍微看看就行了 其他内容呢 不要看 其他内容不要看 这就是一个蹦在的布置 那么接下来看看 8022水电站的布置 水电站布置呢 我们常见的有三种 那么其中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巴士水电站 巴士水电站呢 我们也称为叫做巴后式水电站 那我们来看看 除了巴士水电站 我们还有哪儿 还有另外两个 第二个 河窗式的水电站 第三个 饮水式的水电站 那我们来看看 这些水电站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位置布置在哪儿 那么对于巴士的水电站 我们一般布置在河流的中上游 那么河流的中上游 一般河道的坡降比较陡 虽然这时候呢 它的水头一般来叫中高水头 你看 什么叫做巴后式的 这边做一个组吧 把我们的厂房布置在大坝的后面 这时候呢 通过一个什么东西呢 通过一个进水口 把这个水引进来 进入到这是什么 我们的水农机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 那么第二种 河窗式水电站 布置在哪儿 我们一般布置的中下游 中下游的特点是什么 流量比较大 但是我们河窗的坡降比较小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它的特点 采用低水头 大流量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河窗式水电站 你看 这边做一个大坝 这边呢 把我们的水电站厂房 跟我的大坝平行布置 没多少水 发多少电 这主要是在中下游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银水式水电站 那么银水式水电站呢 我们一般 不知道哪儿 我们河流的上游 上游的特点是什么 河窗狭窄 河窦 它的重坡 这时候呢 比较大 这时候呢 流量比较小 那么这时候呢 为了蓄水 河窗狭窄 场地有限 这时候呢 我们采用银水式的 你看 这就是一个银水式的 罢修在哪儿 罢修在这个地方 把罢修在这个地方 水来住 水来住以后呢 这个地方呢 不是不给水电站 走吧 通过一个明渠 你看 通过一个明渠 把水进来 再通过明渠了 在这个地方呢 设一个挡水建筑 这时候呢 通过压力钢管 把我们的厂房布置在这地方 这时候布置有什么地方 你看 我的水电站布置在这个地方 你的罢布置这个地方 这地方呢 有一个落差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落差用一句 来增加我们的发电量 这叫做银水式的 这就是布置形式 我们特点看一看 我们用的最多的 就是罢修水电站 你比如说我们的三小 那就是罢修水电站 你比如说小浪顶 那就是罢修水电站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那么接下来看看第二个 说我们水电站 苏修工程 它的建筑的组成 那么这个建筑呢 包括我们的挡水建筑 包括我们的泄水建筑 包括我们的银水建筑 那么对于水电站来讲 注意 我们有一个 大家不是很熟悉的 并且来考试里边 喜欢考的 叫做贫水建筑 什么叫做贫水建筑啊 也就是说 所谓的水电站贫水建筑 就是用来平稳 由于水电站负荷变化 我的流量发生了变化 或者我的压力发生了变化 这叫做负荷 就是发电量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呢 引起什么东西啊 一系列 就说你的饮水或者是你的围水建筑中 造成你的流量和压力 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呢 我们的水容积呢 就不会稳定 为了把这种来减小 那走吧 我们就做一个贫水建筑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水电站的贫水建筑呢 布置里面常见的有两种 那么第一种是什么 第一种是调压式 那么第二种是什么 压力前实 但是这两个布置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图呢 是调压式的 调压式的 调压式怎么布置啊 你看 这就是一个调压式 你的 你看 负荷低了 就是呢 我的水就少了 水能少了以后 走吧 水就从这地方 往上抬高 如果你的负荷增大了 这里面需到水走吧 这个水球往下降 那么调压式 你注意前面接的是什么 有压的饮水管道 你看 所以说呢 前面你看 这是压力钢管 那么调压式呢 靠近什么 靠近我们的水浓机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压力前实 这地方呢 你看 通过一个前面 接了一个名曲 就是呢 弄一个什么东西啊 弄这一个 弄一个压力前实 压力前实 有了以后 再通过后面 接一个水管 接到我们的水浓机里面去 那么就是呢 如果说水浓机 我的负荷要降低 降低以后 我们的流量就变小了 流量变小以后 我们的水位就会上升 由于是压力前实 说出来 这个水位就会上升 如果说水电载的负荷增大了 增大以后 由于我们的压力前实 它有一定的容量 就出来水位就会下降 这就是我们说的 叫做贫水建筑 贫水建筑 这一节要考试最多出选择 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8023 8023 8023呢 这一节要考试 全部出选择 虽然讲了水龙发电机 与水龙基组的安装 但是内容不符 实际上讲什么东西啊 实际上讲它的种类 或者它的类型 两个东西 一个是水龙发电机组 你的类型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们水泵你的类型 别人最多出选择 那么首先看看水龙机 水龙机呢 我们做了一个图 做了一个表 说水龙机包括两部分 那么第一个反极式的 那么第二个是冲击式的 反极式的水龙机里边 我们常见的 有四种 那么第一种 洪流式的 那么第二种 轴流式的 第三个斜流式的 第四个灌流式的 后面呢 是我们水龙机 型号标的时候 它的标注的 说这是红流 汉语拼音 红流嘛 你看 红 流嘛 第一个字符 说轴流嘛 你看 它是用汉语拼音表示的 那么如果说是冲击式的 冲击式的呢 我们有三种 第一个水斗式的 水斗式的呢 我们也叫做切记式的 说出来用塞气 那么第二个叫做斜机式的 那么第三种叫做双机式的 汉语拼音 通过汉语拼音 你能去出来 后面内容呢 不看 不看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几个图 说什么叫轴流式的 什么叫做斜流式的 我们把这都叫冲击式的 还有一种反击式的 反击式的 说水斗式的 双机式的 什么 看几个图 什么叫轴流式的 你看 水从这样进来 从流到进来 这是我们的水龙机 这是它的叶片 这出来你看 说我们水流 就让轴流式的 这个水流的方向 跟我们水龙机的轴线 是平行 这叫轴流式的 那么什么叫做斜流式的 水流流就这样过来 你看 水流从这过来 过来以后呢 你看 水从这进来了 进来以后呢 你看 我们的轴线的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的 一片的这个方向 水流方向了 这个方向 他们俩也有个夹角 我们把这都叫做斜流式的 那么第三种 水斗式的 什么叫水斗式的 你看 这地方呢 这地方有一个水墙 水呢 从这个地方流进来 流进来以后呢 这有一个半湖 这个半湖的 就是呢 水流会冲击它 一冲击以后呢 它就会旋转 我们把这都叫做水斗式的 那么什么叫做双击式的 水流从这间里 这地方做了个倒液 一倒液以后 这吧 水流两个方向 一个是这个方向 一个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进去 从这个地方 这个方向进去 从这个地方 说了两次击达 这叫双击式的 这就是水龙机常见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些水龙机 它的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呢 注意 对于洪流式的来讲 它的最大特点 应用的水头范围很广 大概多少呢 从两二十米 到七百米都可以用 那么这种呢 洪流式的呢 结构简单 用心稳定 并且效率比较高 这个呢 在我们现代 用的最广泛 也比如说我们三角 就用了洪流式的 那么第二个 就是轴流式的 轴流式的呢 它的水头 三米到八十米 这个呢 要比洪流式的来 要水头要低 它是于什么 中低水头 大流量的水电站里面用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在 霸市水电站里面 我们有轴流式的比较多 斜流式的呢 结构太复杂 现在基本上不使用 那么第四种 就是挂流式的 挂流式的呢 大家注意 它的水头很低 一般来讲 就是在 一到二十五米 这个呢 在我们的水农机里面 它的水头是最低的 所以呢 它用于什么 低水头 大流量的水电站 那么低水头 大流量的水电站 在什么水电站 我们一般 在河床式的水电站里面用 我们经常用的 你比如说 说有灯泡式的 灯泡式的 这种属于挂流式的 那么接下来看看 就是我们 冲击式的 冲击式里面 第一个水斗式的 或者我们叫做切记式的 那么水斗式的呢 你看 它在我们水农机里面 水头最高 对于大型的水斗式的 它的水头在300米到1700米 所以说呢 它的适用范围是高水头 小流量的水电站 那我们也就说 银水式的水电站里面 用的比较多 那么斜机式的呢 我们一般在中小型的水电站里面 用的比较多 双机式的 它的水头呢 相对人家比较高 5米到100米 但是它的出击 单机的出力 一般来讲很小 一般不超过一道码 这个呢 在小型水电站里面 所以呢 这里面大家注意 区分 红流式的 轴流式的 灌流式的 水头式的 把这四种 它的水油范围搞清楚 最后呢 出个大选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水龙机的型号 水龙机的型号呢 我们一般来要封成三大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 就是水龙机的型号 因为说红流式的 那就是这个 红流 那么后面如果说 加一个N 那表示什么东西啊 是可逆的 如果没加N 那就是不可逆的 那么后面呢 就加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表示 阿拉伯数字 表示转龙的型号 你比如说 220 那这个220呢 表示转龙的型号 转龙的型号 这个转龙的型号呢 我们如果说 入行谱的 转龙的型号呢 我们一般比则数 比则数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是水龙机 它的组轴和饮水式 组轴呢 我们有两种方法 那么第一组是 利轴式的 第二种呢 是沃州式的 利轴式的 我们一般来讲 斜流式的 我们轴流式的 都是利轴式的 那么沃州式的呢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灌流式的 我们一般成用沃州式的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们水龙机 饮水素的特征 说你的水龙机的饮水式 你是没有什么的 那么这个呢 如果说用G 就表示金属沃口 如果说H 表示哄音的沃口 如果说P 表示我们 灌流式里面的 灯泡式的 那么第三部分是什么 第三部分 阿拉伯数字 这个单位是什么 用厘米 它表示什么东西啊 转龙机 它的标准直径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呢 我们看看 红 转龙机的型号 那就是表示 红流式的 比转数多少呢 220 那也就是说 一分钟 也就是说 一分钟 转多少呢 220转 那么接下来 看看 说这是个 利轴式的 金属窝壳 转龙的直径 多少呢 5米 把这个呢 别人要出的选择 你能识别出来 就可以了 识别出来 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看水泵的种类 水泵的种类 让大家注意 按照水泵的工作原理 我们一般有三种 那么第一个 叶片笨 什么叫叶片笨啊 就是这个笨里面 带叶片的 你比如说 我们叶片笨 讨价的 有离心笨 轴流笨 红流笨 还有我们的灌流笨 你比如说 我们蓝水 比如叫 东线工程 用了大量的管流笨 这都属于叶片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轴 这边呢 就是叶片 这就是叶片 这个呢 我们叫做叶片笨 这个呢 比较多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容积笨 什么叫容积笨啊 利用 容积的变化 你比如说 裸杆笨 我的这个裸杆 过去了 过来 在这个地方通过压缩 你比如说 我们气质的发动机 用吸油 那就是我们容积笨 这叫做 企及的变化嘛 啊 你的活塞笨 你的裸杆笨 那都属于容积笨 那么第三个呢 其他外星的 你比如说射流笨 那么用的最多的 就是我们叶片笨 那么对于叶片笨来讲 下面有一个型号 说这个 看看这个型号 表达什么 那么这个来 表示什么 这个表示一个 离心门 那么其中 二十表示什么 这是表示进口直径 但是它的单位 是阴寸 它的单位 是阴寸 二十阴寸的 双C式的 这是S的 表示双C 双C 那么 一九是什么 十九呢 你注意 这个来要乘个十 这是表示比转数 一分钟 转多少转 一百九十转 那么最后一个 大家注意 这个来是一个 案例考点 这个案例考点 跟我们前面的 激坑盘水的内容 要带得起来 是我们现在 要激坑盘水 我们要对水泵 要选型 选型选什么 确定什么东西 或者仍然讲 我激坑盘水 要设计 设计什么东西 流量 你的阳城 还有什么东西 水泵选型 水泵选型里面 包括什么 包括三个内容 第一个 水泵的内型 你是采用 轴流本 红流本 灌流本 还是零型门 或者我们大的内型 融解本 那么第二个 你的型号 是什么型号 那么第三个 你的台数 这个就是我们水泵选型的主要内容 这个呢 你注意 跟我们前面 激坑盘水 他放在一起 他考案例考虑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们的施工技术 内容讲完了 内容讲完了 那么对于前面的内容啊 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可能有一些学员 不是你的 大学所受的教育 不是水泵水泵专业的 那有可能听起来 有一定难度 甚至对于你本科 所受的教育 是水泵水泵的 也可能从那里来读 这一块内容呢 大家注意一下子 你能 我讲的内容 你能接收多少 你就掌握多少 你不要再去延伸 因为这个内容呢 它不会对于你的通过来影响很有限 我们经常讲说技术 决定了你考试的来度 说你过不过 跟你的技术关系不是很大 这是大家注意的 千万不要把方向搞错 你前面讲的技术部分 你能掌握多少 你就掌握多少 尽可能的去接收 你掌握不了 你就把它放掉